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ris 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那这个浪情 浪尽的这个康卡斯 Hydro Conquest 或是叫这个深海征服者 一直都是在基本瑞士名表当中的一个 那能做到那么火自然有它的原理 这一次小刚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这个优点和缺点 那首先小刚直接先和大家分享缺点 那我很常听到有些买家说 他这个表冠龙头的这个护桥设计 那在使用条时间或旋转的时候很割手 那我试了之后其实不像网络说的那样割手 这个是真的 所以我推荐大家先亲自去试一试 第一点要说的就是他的这个表扣 如果你看了很多同级对手的表扣之后 你会发现他这个表扣的设计 应该算是丑的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不过我测评过那么多手表 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那四四方方大拉搞一块 那和这个不是我要讲什么 是真的你去看和这个入门 一千块不到的这种 差不多就是那个样 那而且说实在 表扣做的也是挺单薄的 我想讲那个他那个钢的质量 那你摸下去看下去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 你总之你就不会觉得他很高级就对了 而且质量 你开关那个佩戴的体验感 是真的是很粗糙一下的 是不会讲 感觉很一按一开的那种手感 反正不会给你觉得他很高级的 如果那如果他可以更新成就是最新 GMT 那个款 新的那种表扣的设计 我觉得他会更有性价比 那第二小刚刚讲的就是他那个 钢带的那个延伸系统 可以说是真的是丑了也是 打开了之后真的会让你觉得 哎算了吧 还是搬回去就算了 而且做的也非常的单薄 你看那个钢那个钢片 感觉就很脆弱这样 第三小刚刚讲就是他的这个钢带 那他中间那一格 其实是做了这个镜面的抛光 那你用起来 对一个潜水表就一向给人的印象 是比较硬汉的 比较是那一种就是很耐操那一种 但是他中间用了这个镜面的抛光 就很容易留下指纹 而且你挂伤了之后也很明显 那这个新的 如果你对比新的这个GMT的 这个浪琴的这个款式 那他这个也他其实也换成了 这个全整个钢带 是用了拉丝这个雾面处理 就更贴近这种潜水表硬汉的那种味道 那第四就是他被盖的这个雕刻 因为我小刚自己也拥有过 这个Hydroconquest一段时间 那我发现佩戴他的时候 因为我用表是带的比较贴手的 因为他那个背盖的雕刻这个logo 太立体了 我个人发现 所以带着带着你会感觉不太舒服 感觉有一种东西在 就是在你的手腕上面刮来刮去 好像不太舒服这样 然后你把表拖下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手腕上就留下了 好像DATU这样一个刺青的印记在上面 那还有就是表的玻璃镜面 他那个反反光的那个镀膜 那个anti-reflective的那个coding 如果他可以提升 让玻璃做到多角度去看 几乎都没有反射的影子 我觉得就更加完美了 那现在也要小刚说一说他的优点 当然就是他的这个价位 和他的品牌知名度的这个地位 因为在众多同级对手当中 浪琴的知名度可以说是最高的 全球名表销售额 也是几乎都是排在前五名 那你要知道前五名 他其他的对手就是那一种 劳力士 欧米加这一种 所以浪琴几乎 以这个入门的基本瑞士的品牌来说 他能在前五名 他销售额 全球来讲是非常的厉害 带出去没有人不认识Longjin 这个品牌 价格比起其他同级对手来讲 是最高性价比的 陶瓷的表圈 蓝色的夜光 稳妥妥的这个300米 300m 300m的防水都具备 而且他用了机星 是ETA专为这个Longjin打造的 虽然实底盖你看不到 可是你打开之后 你发现到 他有很美的这种鱼鳞纹的这个打磨 而且动力储存超过三天 无卡度有时 而且有这个抗磁的这个功效 他是一款非常稳定的机星 故障率也是非常的低 毕竟我们玩名表 有一颗非常稳定的机星 这个才是王道 对不对 不然你做的再美也没有用 还有就是我非常喜欢 他的这个表盘的这个6 9 12的这个数字 那他晚上有夜光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很快就可以知道是几点 那如果你们也有带这一支表 请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 让小刚我知道一下 你们带这一支表的心得 还有什么补充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是小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